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同学们 大家好 青州历史文化名人汇翠 由贾思协 范中烟 欧阳修等历史名人 都与青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人物 贾思协 北魏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他是北魏的异都人 古代隶属于青州 而今属于山东寿光 他曾做过羔羊 也就是如今山东临滋的西北部的太守 曾先后到过山西 河南 河北等地 考察过农业生产情况 而后他回到家乡 亲自参加农牧业的生产 由于他刻苦钻研农业知识 经常向有经验的老农请教 并亲自参加生产实践 对农业科学有了精深的研究 大约在公元的533至544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 贾思协将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农业科学知识 认真的加以整理 在总结前人农业经验的基础上 完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 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 奇迷要术 奇迷要术的巨大价值 在于使我国农业科学 第一次形成系统的理论 并对后世产生了恒久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人物 是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 他曾作诗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表达胸怀天下的伟大抱负 之前带大家唱游青州古城的时候 提到过范宫廷 为后人追思范仲淹所见 始建于北宋 北宋黄佑三年 1051年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 担任户部师郎 知青州 范仲淹为证实 青州一带流行一种病 蔓延很快 为此范仲淹亲自挤水制药 发放民间 很快就制止了温病的流行 众百姓感激不尽 恰在这时南洋河畔有泉水涌出 且水质纯净 甘甜可口 百姓以为这是范公的德行 感动了苍天 就取名为李泉 范仲淹在泉字上建造了一座亭字 北宋黄佑四年 1052年 范仲淹病逝 人们感念范公 就把李泉叫做范公井 把亭字叫做范公亭 供应援邀 公,哀公,哀公,哀公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人物是 北宋的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欧阳修 欧阳修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有突出的成就 文学上他被评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他出生于1007年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时间 出生的地方为四川的绵羊 而其祖籍为江西永丰县 欧阳修因支持变法而触动了贵族的利益 曾经三次被贬 公元1068年 欧阳修已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被贬青州为官 欧阳修在青州为官不到三年的时间 却留下了千年的美名 在青州它为正宽简 正值清明 在青州古城南门 富财门附近建有一座欧阳修纪念馆 是古城里的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在青州期间 欧阳修纪念于山水 完成一千年前青州的 华人 在不少诗词中也有体现 莫校青州太守丸 三骑人物就安闲 晴明风日家家柳 高下楼台处处山 欧阳修在青州还写下了一篇巨作 龙岗千表 是在其一部去世六十年后写的一篇纪文 为我国古代三大纪文之一 安立正主要的耳朵 毕举身 阳修立 健康 雅 伤天 子 跟 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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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人物是宋代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 他是宛约慈派的代表 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相传李清照曾与其丈夫赵明成在青州宰相府归来堂居住 夫妻二人感情深厚 在归来堂居住期间 李清照创作了大量的快智人口的诗词 两人还精心研究金石互相考试 饮茶取乐 后来青州发生冰变 归来堂被火焚烧 李清照也因此离开了青州 但是后来他仍在诗词中写道 欲将血泪济山河 聚洒青州一泡土 深切表达了他对青州的怀念 第四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人物是赵炳忠 青州的文科状元 出生于官宦家庭的赵炳忠 自幼饱读诗书 他勤奋好学 少富奇才 1598年 他高中状元 自此官图一路顺通 最后官至礼部上书 青州博物馆至今都珍藏着赵炳忠 25岁的状元卷 万历皇帝十分欣赵炳忠的才华 在卷手朱丕 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字 第五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人物是丁殿祥 清朝嘉庆十九年 1814年 武状元 清朝唯一的武状元 丁殿祥 青州回族人 丁殿祥自幼习武 练就一身超人的武艺 甚至可以飞檐走壁 如履平地 丁殿祥双眼近视 射箭也看不清 箭把 却可凭感觉百发百中 常年练功 睡觉从来不在床上 以不宽衣解带 而是卧于木凳 或泉于团螺之中 丁殿祥不仅武艺高强 且为人真诚 为官清廉 甚至精通兵法战阵 爱好文化 公于书法 嗯 嗯 嗯 语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